飛機卡在跑道上仔細看 機頭和下方的輪胎方向垂直 多名工作人員正在進行搶修 一旁還有拖車待命 關的角度不正常這樣 前輪轉向就有問題了 一下就有一個蹦這樣子的聲音 就以為是煞車還是什麼 然後就停著就不動 落地的時候那個震動比較大這樣子 有先滑行一點點路程之後 然後就接駁車來接 原來降落時鼻輪故障 無法轉動方向 隨後派出拖車固定輪胎 機身才緩緩移動 原本動彈不得的飛機 總算慢慢拖回停機坪 而機上旅客一等就是兩小時 兩個多小時才出來 而且它水也沒有安排 什麼都沒有安排 飛機上也很冷 挺難受的 很不爽 然後我就想有什麼渠道 可以投訴一下 就是用了一個去韓國的時間 過來台灣也是挺不解的 機上旅客抱怨連連 而這架虎航IT322航班 上午11點左右從澳門起飛 十二點零五分降落高雄小港機場 沒想到卻意外故障 造成機場暫停起降一個多小時 十三架航班都因此誤點 當時還有國泰華航等四架飛機準備降落 紛紛臨時轉將台中或桃園機場 總共有兩千多人受到影響 我在就是大阪那邊有預定好的 要去大阪的那個電車 就可能要改時間 總計影響國際線道理站航班十三班 旅客兩千三百一十五人 苦航IT322航班已經脫離滑行道 目前正在停機坪代休當中 下午1點52分的時候 跑道已經開放起降作業 幸好當時機上的一百七十二名旅客 沒有人員受傷 平安無事最重要 但上千旅客行程延誤 還沒出遊心情恐怕就已經受到影響 TVBS新聞林一邦吳宗勳SNG小組高雄報導